五谷陈泰里开办政治证关怀据点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照护区内的一些亚健康的长者 潘明红里长很感谢在卫生所的协助支持之下 关怀据点持续办理到现在已经有第三年的时间了 而且据点都会安排一些动健康手作以及抑制游戏等课程 好让这些长者能够延缓失智还有失能的风险 五谷陈泰里长有鉴于区内有一些亚健康的长者需要关怀照顾 便于小宝老师合力规划在里活动中心开办认知证关怀据点 在卫生所的协助支持下已经持续办理了三年 我们五谷区陈泰里是在我们对这些长者是一个亚健康的一个据点 那这个亚健康的据点里面我们关怀的我们的长者 他们就是在这边就会特别的安排一些课程给他们 那我们在课程的时间都是在固定在每个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的早上九点半开始到下午四点 那这个时间里面的安排都就会有我们的一个负责的小宝老师 他在安排这些课程 每周三四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 据点都会安排一些动健康手作及抑制游戏等课程 透过这些课程让长者们能够延缓失智失能 同时也对身心灵有所注意 有这样子可以让一些认知症早期可以提早预防这样子 那甚至于在这个据点里面可以透过这个社交活动 还有这些手作活动还有烹论活动等等的 那达到他的一些生活技能的一些功能再更好 活动里面就是让他们动动脚动动手动动脑那些让他们先做一个热身 后续我们就还有一些他的手艺课程还有我们走动的一些课程里面安排就是让他们能够恢复他们的一些记忆上面的一个帮助 潘明洪理长指出面对这些亚健康的长者们照顾起来教费心力 很感谢一些志工及老师们无私的付出 让这些长者们来到认知症关怀据点都能够健康又开心 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道 和 诺